想要在冬天洗个热水澡 只能每周去一趟公共浴食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在家就能洗热水澡 即使天气寒冷 依然有很多人保持 每天洗澡的习惯 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讲卫生的习惯 冬天却带来了烦恼 就是冬天也是会经常洗澡 对 经常洗 那洗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 对 这是肯定到冬天 都会有这种情况 有 特别明显 特别是那个洗完澡之后 然后吹干之后 那个是空调吹干之后 就特别感觉 皮肤上面有很多那种 小戏穴的感觉 皮肤科医生告诉我们 冬季常见的皮肤问题 恰恰与洗澡次数 洗澡水温有很大关系 因为水温过高以后 能够使那个毛细血管扩张 有些反而有些水分 自己皮肤的水分蒸发比较多 然后冬天频繁地洗澡 不注意护肤的话呢 因为你皮脂线汗线 在冬天的分泌量会减少 再加上环境温度的干燥 环境的干燥 就是说更加使皮肤干燥 干燥了以后呢 可以使皮肤形成很多 露眼看不见的小的裙裂孔 很小裂缝 我们所说的皮肤屏障 受到破坏了 所以人会觉得烧痒 着热不舒服 好了 感谢观看